孙悟空成佛后 为何再也找不到方寸山 图体祖师 看我真身是谁 孙悟空一出生 就展现了他的强大之处 只见他一凝神 就能从眼目中射出两道金光 直冲天庭 遗憾的是 孙悟空神功出城之后 父亲忘了初心 还变得野心勃勃 以至于当着满天诸仙的面 说出了一句皇帝轮流作 明年到我家 孙悟空哪里会知道 三界大能者甚多 自己仅仅在方寸山修炼了十年 如何能以一人之力推翻天庭 五行山配合六字真言符咒 压了五百年之久 幸好天灾满足 又被如来拉进了取经队伍 一心一意地跟着唐僧西天取经 在历经了十四年的披荆斩棘 孙悟空攻克了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去除了二心 成了灵山为数不多的诸佛之一 孙悟空成佛 代表他甩掉了妖仙的包袱 成为三界赫赫有名的斗战圣佛 以后不管是蓝盆会 还是盘桃圣会 孙悟空都有资格参加 孙悟空也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如今虽然功成名就 但孙悟空依旧不会忘记 他的启蒙老师菩提祖师 不过为何笔者认为 孙悟空成佛之后 依旧不回方寸山 难道是因为孙悟空皈依佛门 就不能回方寸山 探访菩提祖师吗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 毕竟做人不能忘本 孙悟空尊师重道 也不是这样的人 那是因为孙悟空忌惮菩提祖师 一期记得菩提祖师的警告吗 原来孙悟空当年变成了一棵松树 却被文训赶来的菩提祖师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让孙悟空始料未及的是 菩提祖师训斥完之后 竟将自己扫地出门 临走之际还如此警告道 你这去定声不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半个字来 我就知知 把你这狐孙剥皮错骨 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 叫你万劫不得翻身 孙悟空正是记得 菩提祖师当年的声色俱力 这才不敢回方寸山 探望菩提祖师 答案是否定的 当年菩提祖师之所以赶走孙悟空 原因在于 孙悟空忘了初心 卖弄神通 加之菩提祖师 有预知未来的神通 他知道孙悟空 如若留在方寸山 也会犯下弥天大罪 如今孙悟空喜心革面 迷途之反 成了轰动三界的斗战圣佛 作为孙悟空的启蒙老师 菩提祖师自然欢迎孙悟空 常回家看看 其实孙悟空成佛之后 没回方寸山的原因在于 方寸山早就消失于三界之中 就算孙悟空使出浑身解数 他也找不到 当年为他指路的侨夫 还有那条熟悉的阳长小道 方寸山为何凭空消失 你看看菩提祖师的真身是谁 就懂了 菩提祖师的真身是谁 一些读者认为 菩提祖师就是通天教主 但很遗憾的是 通天教主是 风神演义里的人物角色 不仅成书比西游记晚 作者也不是吴承恩 因此不能将菩提祖师 和通天教主混为一谈 如果单从西游记来分析的话 笔者倒是认为 菩提祖师极有可能 是灵山的如来佛祖 首先 菩提祖师听闻 孙悟空乃天地所生的时候 原文是这么写的 祖师文言暗喜道 这等说 却是天地生成的 一起来走走我看 无独有偶 当如来得了圣旨 赶赴天庭降服孙悟空的时候 他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 趁早归一 切莫胡说 否则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其次 玉帝下了圣旨 明确要求如来击杀孙悟空 毕竟孙悟空搅扰盘桃盛会 又偷吃了老君的金丹 可谓是罪该万死 但如来却绕着弯子 将孙悟空骗进了手掌心 然后将孙悟空推出西天门 压在了凡间 如来为何要将孙悟空推出西天门 如来为何不抛出法宝紫金钵鱼 当场压住孙悟空 当然这都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否则孙悟空早就神魂俱灭 命丧天庭了 另外 我们还可以看出 如来对孙悟空天爱有加 取经之路只走了一半 如来就在孙悟空耳边 说了一句功成之后 如一座连台 为了能让孙悟空重新归队 如来甚至派了观音菩萨 警告了唐僧 唐僧 前日打你的 乃假行者六耳弥猴也 信如来之时 已被悟空打死 已须是收留悟空 一路上魔杖未消 须得他保护你 才得到灵山 见佛取经 再修春怪 注意看观音的用词 一个须是收留悟空说的 斩钉截铁 一个须得他保护你 才到灵山证明 少了孙悟空 谁也无法成佛 另一个再修春怪 则是发出了严厉警告 让唐僧 莫再责备孙悟空了 无独有偶 在菩提祖师 传授孙悟空大品 天仙诀的时候 吴承恩还在原文里写道 但见东方天色微数白 西路金光大显明 一个西天金光大显明暗示了 孙悟空将会成为 西天的诸佛之一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 孙悟空成佛之后 为何找不到方寸山了 只因菩提祖师 只是如来的一个分身 待孙悟空踏上取经之路后 菩提祖师和方寸山 一并消失 孙悟空成佛之后 也发觉了菩提祖师的 真身是谁 既然如来常入灵山 他自然没有必要 架起金斗云 四处搜索方寸山的入口了 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